HELLO 大家好,今天在影片中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們SCM的四肩訓練員 如何能夠在四肩上做到Ponation的動作 和強化你的動作 稍後我會做一個展示給大家看 這是我們很開心有一個訓練的器材 你也可以在家裡、其他時間都可以做 不一定在球場做的 因為Ponation的動作 第四動作,我做一個示範給大家看 這是很簡單的動作 但平時用甚麼器材都可以做到 這個器材我們很開心可以在球場 不在球場也可以做到 待會我會展示Ponation的動作給大家看 這個器材可以幫助大家強化前腿轉動的動作 尤其是四肩,這個影片會做給大家看 這個器材記得大家可以轉動 每天做一點,記住不要做很多 每天做一點 你就可以把四肩的轉動 和腰部的內部的轉動 強化 非常重要 大家看到待會我四肩會開了四肩和腰部的位置 然後我會轉動 這個動作會有甚麼用呢 這個動作會幫助你 可以把腰部的動作 把腰部的動作傳動到腰部的動作 令到你可以很放鬆 放鬆做 也可以把腰部的動作傳動到腰部的動作 令到腰部的動作更大 當然,記住跟大家分享 當你強化後,不代表你要再加點力 你強化後,你一輕鬆就已經可以令到腰部的動作 因為你強化了,你應該不需要更硬地用力 所以不需要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可以試試放在腰部的動作上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變得更開心、放鬆、努力 當然,外面有很多不同的教練方法 都是對的 我們只是分享我們的新的技術 令到大家可以強化腰部的腰部 希望你喜歡我的示範 我會示範給大家看腰部的腰部 Rotation 我叫做Tonation 是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以我們的腰部的腰部 我會把腰部的動作 希望我先看得到我示範 我示範這部有很多腰部的動作 我會把腰部的動作 交換到腰部的手部 然後將腰部的動作放鬆 放鬆、Rotate to contact 我們就讓它轉到泊頭 當然是用我們這塊泊的設計 泊頭重 是令整件事更加容易 這個是我們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這個器材 一定會幫到你很多 因為很多朋友已經在練這個器材 尤其是Serve 會幫到你很多 希望可以幫到你 當然外面有很多教育方法 都是對的 或者是分享我們的教育方法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是很棒 如果你們不喜歡 或許它還未能為你 但遲些都會為你 可以繼續去唱 可以跟我們一邊幫到手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分享 可以分享一下身邊的朋友 希望我們的分享可以令大家 打得更多開心和放鬆的Tennis